好 诈骗手法越来越新 小新 这是呢 包括这个已经挨没的妇人 她的女儿其实在葡萄牙当外交官 儿子是在美国当工程师 都是高学历 但是她呢 则包括老板居然被诈骗集团给盯上了 所见警方是及时逮捕了车手 保住她70万元 胆子穿黑色上衣 拿被害人存折到邮局零贵提款 这时候两名编译袁警早就在后面埋伏 等到男子转身准备离开 袁警快步胜前抓住嫌犯 三人合力压制 嫌犯还耍赖一屁股坐地上 说什么都不肯走 打冒司法官告诉被害人 他们在银行的存款 已经涉及到洗钱的刑事案件 必须将存款提领一空 交付给法院来管收 退休老师胡老太太年纪大了 拿着住行器走路缓慢 歹徒找上她诈骗 这一名被害人是76岁罗老夫人 驮着被因为罹患严正末期 儿女又都屡居国外工作 为了省下庞大医药费 自己留在台湾接受治疗 没想到70万存款统统被骗走 看到警方找上门才知道碰到诈骗集团 你们这样骗老人家不会良心不安吗 不要再老人家道歉 闭口一句话也没说 这个诈骗集团年纪最大才18岁 不读书却到处骗人 还专挑独居老人 对象不外乎退休老师或军官 幸好警方及时拦阻 替老妇人保住救命钱 中文新闻刘世伟 有文旗新闻也许报道